三藩市日本浮旁的Filmore区将会兴建大型双驻混合项目 一间受电铺盗洩困扰的Safeway超市将为3月结业 所在的广场之后就会建住宅大厦 我虚言报道 三藩市几时报报道 位于Filmore区Webster街1335号的Safeway超市 通知员工将会在3月结业 现有员工会被调派至其他的三藩市分店 Safeway表示已经达成协议将超市所在土地 即是Webster购物广场 卖给一间名叫Alignville Estate的发展商 在这里兴建商住混合项目 Safeway公司表示 这间分店已经立在Filmore区40年 在三藩市房屋短缺下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够为社区带来正面影响的机会 这幅地皮将可以建造超过一千个住宅单位 根据这区的松宁土地用途限制 新的大厦最高可以达到130英尺 也就是大约13层高 而在加州的房屋密度奖励计划下 如果开发商同意将部分住宅单位 划出成为可负担房屋 更加可以扩大开发项目的规模 建更多的住宅单位 例如将发展项目一成单位 预留做可负担房屋的话 发展商就可以将住宅数目增加两成 代表新的业主在这个例子里面 可以额外兴建超过50%的单位 这间位于非洲裔社区的Safeway超市 在以往备受争议 去年因为大声播放古典音乐 赶走在超市停车场游荡的人 而引起附近居民不满 在被受盗窃问题困扰下 超市亦都取消所有自助收银机 有非洲裔社区领袖批评 这项发展计划 将会令到社区里面 失去一间大型超市 对于居住在这个缺小集货店 和超市的非洲裔来说是个打击 而16台机者无耗言报道